大家好,我叫丹尼尔,我是搞环境保护的,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开普顿的生态环境和生命多样性。 开普顿是南非的海边城市,但是为什么要给大家谈论这个话题? 因为我们这儿的大自然很有独特。 我坐着在开普顿桌山自然保护区的山路,从这儿能看到冰冷的大西洋和闹市区,不过,最有意思的还是这儿的植物。 仅仅桌上已经包含着2200种植物,它们都属于我们Fainbos植物广播。 Fainbos是南非语,它的意思就是小椰子。 所以,一看到这儿的植被,你可能觉得平淡武器。 实际上,它特别复杂。 虽然我们的植物国王面积是全球最小的,但最丰富的。 世界变暖,人口的增多,和城市的发展,都威胁着这个珍贵的环境。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,我才拍一个微电影。 谢谢,慢走。